大家好 刚才给大家聊了聊天津市金南区八里台镇 八里台东路碧桂园开发建设的楼盘 叫做凤锦华亭 十几栋楼发生了塌陷 塌陷 这个倾斜 楼都歪了 这个地面都是大裂缝子 就没法住人了 然后这个政府还派特警去维稳 还吓唬这些无家可归的 好几千户上万人的老百姓 这个说起来中国的房屋质量 我就可以有话说了 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 这个就从我们家住过的房子就能说 不用说别人的事 就是我们家的事 这个我们家在这个平房的时候就不说了 住楼房 九五年 我们回迁安定门 东城区安定门的楼房 九五年 我住到了零六年 住了十一年 那个房子质量非常差 现在从零六年到现在又过去十七年了 是吧 那么最近这三年多 我是没有回中国 我是19年 2019年十月 从北京回到西班牙的 那么 我的父母 我的姐姐们 我的哥哥们 他们还住在那 就那个房子 现在你去看 那玻璃都碎了 那个楼道里贴满了各种的 什么通下水道的 搬家的 什么开什么 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信用信用卡 叫什么 是吧 反正各种各样的 什么招嫖的 那种小广告 小纸条 然后那个楼道 楼道 那个楼梯 那个房子是那种老的回前房 是没有电梯的 那个楼梯已经坑挖不平了 坑挖不平了 就是那个楼梯上面那个混凝土 那个混凝土的块 有的已经脱落了 是吧 所以这房子是95年回天的 这刚多少年 28年啊 我说的是24年前那个状态已经非常破旧了 非常非常破旧了啊 当然因为我是在北京批发良油饮料食品 我有一千多个客户 我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所以 我去过好多小区 天通院啊 那有一个社科院的人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是吧 那老哥是一东北人啊 社科院 中国边编江史地研究中心的 他非常聪明 他本人回国了 在体制内搞研究 社科院嘛 他老婆还留在日本的一个大学里当教授 两口子没有都回来 哎 明白吧 哎 聪明 哎 狡兔三窟 人家留着后手呢 啊 然后咱们再说那天通院 我去找过他 那个楼道那叫一个脏 是吧 那个房子那叫一个破 是吧 当然你进他们家屋里还挺干净的 但是楼道 电梯 是吧 这个楼梯 啊 包括门厅 包括小区的公共空间 对吧 006年 我又搬到旺京 是吧 我在旺京 那个小区买了两套房子 一个三居 一个两居 啊 是03年 04年买的 那个房子 后来08年 啊 因缘际会吧 因错阳差 我发起了业主维权 后来我也由此而关注小区的这个质量 发现了我们那小区一共是11栋楼 11栋楼 其中最西北角那栋高楼 它比我们那些楼都高 我们那楼才八层 一共才八层 我住那栋楼啊 然后他们那栋楼都十几层的高楼 那个房子已经塌陷了 而且这个你看我跟大家手指 比如说这是那个楼 这个楼啊 这是楼体 楼体和地面之间已经有这么宽的裂缝子 把我的手能插进去 手能伸进去 我说的是零八年零八年 房子的建成 它分成一期二期 二期是零四年 就是刚刚四年 房子已经有裂缝了 而且楼体已经下沉了 对吧 当然我搞那个业主维权 这个筹备业主委员会 最终也没筹备下去 是吧 最近我们的邻居们啊 我看到他们在这个邻居们 在这个业主的群里边又在说 哎呀 你看这物业 这个楼房的外立面 都这么脏了 这么破了 他们也不给咱维修维修 是吧 他们也不管 还有种种的质量问题 他们都不满意 在那抱怨 我也不说话呀 为什么呢 因为08年 09年 我发起维权的时候 是吧 我也是业主 你也是业主 你都做什么了 而且你们都不支持我 甚至有个别人还怀疑我的动机 是吧 然后还质疑我 甚至还有的人给我捣乱 啊 说你们别闹了 你们别闹了 你们再闹我就搬家了 是他妈我闹吗 你妈的 是他妈我闹吗 对吧 你他妈把这事都搞颠倒了 对吧 现在很多人 在中国人的群体里边 他不 他不去支持你 他反而指责你 他不去找这个罪恶 或者苦难的源头 哎 谁 谁这个这个 是吧 去维权了 谁去反抗了 他反而说 别闹了 别闹了 你这跪的姿势不对 啊 你还得跪 而且你跪的时候吧 哎 你连出点声音都不行 啊 你更别说反抗了 你看我就是发出不平之名 对吧 我去采取行动 要成立业委会 要搞维权 哎呦 你别闹了 真有人这么说 也是大老爷们 哎呀 别闹了 我这小区 我们就想安静 啊 就想平平静静的活着 啊 踏踏实实的当奴才 哎 真真是这么说 你要再闹 我们就想搬家了 因为那会儿 我们小区经常上报纸 那会儿网络还没起来 零几年 上报纸 是吧 好多的 北京青年报啊 北京晚报啊 是吧 这个新京报啊 法治晚报啊 北京晨报啊 啊 等等等等 是吧 那我不是为了壮大声势吗 我不是为了给物业 开发商给他们压力吗 啊 当然也是为了保我自己 是吧 当我有知名度的时候 当我频繁的上报纸 甚至接受这个广播电台 采访的时候 那会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叫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吧 好像就关于物业的 连着一周都播出了对我的采访 对吧 我也是为了保我自己啊 要不然物业 我无声无息的 我是一个无名鼠辈 物业把我打了 把我打残了 对吧 那我不就完了吗 我们家庭不就完了吗 你考虑我了吗 对吧 再说 我所接受的所有的采访 是吧 所有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 也没有假的呀 我都是为大家伙来说话 为大家伙办事 有哪个是假的 所以这他妈中国人呀 说的难听点 也他妈活鸡不该 你们呀那甘心当奴才 他妈傻逼 对吧 我就骂你们这帮傻逼了 就我这帮邻居 我挺恨他们的 对吧 当初他们对我那么冷漠 甚至带着怀疑的眼神 还有人出来阻挠我 就是有的人是物业 给了他们的一点好处 比如说 给你一个 这个这个免费的停车位 少收你点物业费 或者给你点别的好处 就有人就跟他们走了 这种他妈的出卖自己良心 对吧 然后这个人家丢个芝麻 人家丢个芝麻 给你个芝麻 你他妈把大西瓜 你丢个西瓜 这帮傻逼人 对吧 中国人就是很目光短浅 对吧 又怕当官了 然后还贪小利 是吧 反正那质量有问题 后来我搬燕郊 14年15年 我又在燕郊 买了两套房子 买了两套三居 我刚搬进去 我是最早搬进去的 16年就搬进去了 当然我住进去 没几天我就出国了 然后住了有半年吧 我就出国了 然后那个房子 刚搬进去 那个楼体 那个外立面 不知道是防水层 还是保温层 反正就是楼体的外立面 包括我住的那栋楼 我们那是一个 住满了 能住一万多人 它分成123457 开发的楼盘 就上百栋楼吧 大概 没有上百栋 也有好几十栋 反正住满了 一万多户是肯定的 那个 包括我住那栋楼 那个叫20号楼吧 那个是17的 我们那个楼 就紧挨着物业的 那个办公楼 然后我们那个房子 那个外立面 都开始脱落了 这边交着房 这边交房 交房就让你签字 你不签字 钥匙不给你 所以你明知道 可能会有质量问题 你也只能签字 对吧 它都是格式合同 格式合同就是写好的 人家都雇了一帮 王八蛋律师 是吧 在中国 有良心的律师 像709那样的 像这个什么 李文足的老公 王全璋吧 叫王炳璋 王全璋这样的 是吧 像李和平这样的 像许志勇这样的 像丁家喜这样的 很少 是吧 当然你是这种人 你就得进监狱 对吧 真正的维权律师 良心律师太少了 绝大绝大部分律师 叫做富人 有钱人身上的寄生虫 他们帮着物业 帮着开发商来欺负我们 对吧 所以你只能签字 然后拿了钥匙 你再进屋 后来就发现啊 我刚搬进去 我是最早搬进去的 你外里面脱落 然后就开始反攻 是江苏的 叫苏中建筑集团的 在给我们干这些事 就会有电话 就不用咱们 苏中建筑 我这样也想会有点 我可欺负 这是蒲公英吧 漂亮极了 一刮风一吹 它这个毛毛吧 应该就是它的种子 就四处的飘散 这本来是许和糊子 就像在糊子里面 从糊子里面 垂直到一半 就像在糊子里面 就比起来 它漂亮的